所以其實稍後再說回收入那些 我覺得中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國家 因為這個國家發展得太快 導致它對intelligence要求需求量會很高 所以我稍後再說的其實都是傳統行業 但其實好像新興行業可能兩三年 對於一些互聯網公司或者新興公司 一年穩住球幾兩球 都只有二十多歲而已 你說一個人是不是 不是一個職員一百萬 是的 他聘了多少個職員呢 那些公司 你可能當時Ruber在廣州聘請人的時候 一個city manager 一年就差不多一百萬 那些人 你覺得他們說話都沒有變聲 那他底下多少天 他多少歲 Ruber下面每一個office的人都很少 二十多歲而已聽聲 反正當時我一個同事跟我說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兩三年前 他26歲左右 他那時候應該26歲左右 Ruber叫他面試 我們想說是一三 一五 一五年 一五年就是兩年前 他27歲 他剛才說他面試管整個新鎮的延幕 兩百九十萬店都可以給他 那他之前做的為什麼要聘請他 他之前不是在資訊公司裏面做senior 就是什麼職員 你講什麼職員 因為資訊公司的架構我不是很了解 但其實他聽他說的意思應該是最低的架構 或者次一區的架構 就是你講什麼 一是下面數最低的那個級 一是倒數第二級 就是主管 以你剛才的標準 或者經理 大絕對面是他的第一級 就很簡單邏輯 如果Ruber要聘請一個人 出了那麼多錢 也不聘請一個好的人 你也要聘請一個這麼低級的人 大幫人來應徵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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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聘請不起 你剛才說 你說資訊公司 八九十萬是什麼職位 就是經理 八九十萬是經理的架 是啊 那director是多少次 球幾兩球 你說你做director 你說你做director的壞行 你什麼資訊公司很高的 什麼高的 那些人工 你剛才說 director是球幾兩球 底下有多少人 很少人而已 十個八個而已 始終我不是聽得很明白 因為你說你做到那個位置 那如果你做到那個位置 你肯定不知道 每一間公司 其實都說 其實這個跟行業很大的關係 如果你不知 你物質程度越高 其實你的偏值越少 但是每一個人的 人工度會很高 所以你最科學的方式去計算 你所管理的團隊的價值 那個薪酬是多大的 管理團隊的總工之間是多少 是啊 所以這是比較好的計法 那你講回Uber的例子 那為什麼可以請一個這樣人 你意思是說八九十萬 請不到再高級的人 就是指引我請到第二級 是啊 那我應該八九十萬 為什麼要來來到 按照我剛才的數據 說什麼五十萬 就是一六年 你說一五年的事 五十萬已經是Top1%了 如果你是八九十萬 就是Top0.2 可能是千分之二 那你想一下 這些公司有多少個 你放在八十號 八十號有多少人 八十號有多少人 這些崗位 只會出現在那四個城市 這些崗位 每間公司可以有多少個 都是百分之一 都不知道有沒有 可能多些 你這些八九十萬人工 那些什麼武漢 那些什麼 鄭州 很難找的 可能這個城市裏 如果不算做生意那些 就是打工那些 因為你那個收入應該是 只能算打工不算生意 當然 講工資 那你正常來計 你好像鄭州那些 可能排名前二十圈頭企業 裡面 鄭州日產 鄭州日產 你去到 他們叫部長級 等於你剛才說的那些什麼 部長就相當於VP 我相信鄭州日產 去到那個級別 都沒有那麼高的工資 是啊未必有 其實我剛才說的 其實在大城市 機會多 但其實問題 你放回全中國來看 可能高生光的百分之九十五 都已經在這四個城市 那你一圍回來 其實可能我們在這四個城市 沒有什麼存在感 但你去到 其他地方 你的存在感就很強 但無論怎麼說都好 你50萬就已經top 1% 是啊 但是這四個城市 你去到什麼東莞 中山珠海 就少了 這些崗位 廣州都少了 鄉製企業家就多了 鄉製企業家 是 其實你講真的 那一句 其實廣州超過這個收入的崗位 都不會多 你說鄉製企業家 不是 我是在廣州 超過50萬崗位 還是100萬 50萬 絕對不會多 好像我以前的公司 廣州的規模大概300個人 過到這個數的人 最多10個 而且他們還不是80後 他們是70後 正常 我剛才還沒說到這件事 我剛才說80後是28到37歲 在澳洲我看到37歲 是做不到什麼大職位 除非你有什麼IT 我就不知道 很興奮新興的行業 只有你才能做到 或者你什麼startup 好像人家搞什麼app 那些就零計 正常我們看到這些行業 37歲 就是年紀最大 80後 你哪能做到什麼高職位 大中國很常見 是啊 這就是我想說的point 包括我剛才說進哥 進哥的職位 其實擺澳洲是很興奮大的職位 是啊 他現在是什麼職位 他是總監 他管幾個項目 雖然我不知道這項目有多大 但是如果你做得到project manager 真的管整個項目 這棟樓由你買地到你建的 都是你負責的 這是很興奮大的職位 如果在澳洲 起碼要到40多歲才能做到 他不是只管排水嗎 他應該比我剛才說 管理一個項目重要大的 他應該同時管幾個項目 一個區域這樣管 那些很興奮大 也叫做項目總 是啊 那些很興奮大 我看他 他應該不是項目總 下次問一下他 我相信他應該 他肯定不是只管一個項目 不是管一個項目 如果你整個項目的運作 我們叫做項目總 我們一個項目 只有一個項目總 一個項目總 一個項目總只會管一個項目 從武道結束 只有一個人去管 我就說進哥肯定超過了這個界 不會是他只管一個項目 那個我們叫區域總 區域總裁很興奮大 你聽我說 如果一個項目的話 只是負責一個項目 就叫項目經理 叫什麼 你們叫什麼 我們叫項目總經理 但給我的感覺 他是超越了這個位 超越了這個位 在地產的位置 就叫做區域總裁 這個位置很大 管一個項目 就已經很大 我敢跟你說 據我所知 我們公司上年 是沒有收入低於1000萬的項目 項目 項目就是管一個或以上的項目 是嗎 管一個項目 只管一個項目 一個項目 沒有少於1000萬 接著你要管幾個項目 那些是什麼 我們叫區域總 區域總那些 你少於三四千萬 那些就不要出來走 就是一年 一般都是七八千萬 那有四個是破了億的 是很厲害的 是大到厲害的 真的已經是 你想想 一個項目總是什麼概念 這個項目的所有的運作 每一個細節 全部是要你簽名的 不一定不會有細節 他通常管理管 承建的部分 不止 銷售都管 銷售 拿地都是你去拿的 接著整個項目籌 都是你去籌 我是不是 這個職位幾歲做到 你看到的幾歲 三四十歲 四十歲 肯定要 就是三到尾 三十歲四十幾 不是八十後 七十後 是啊 我記得聽他說 他只是監管 還是什麼 他是管理一個功能 他不是管整個項目 他是管理一個功能 我見他發覺 朋友圈的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不過我們下次要問問他 因為 剛才我想說 如果你做到那個位置 其實你年薪多少錢 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 他在那裡玩 他在那裡玩 是啊 你看他多困難 你就知道 很多古話可以讓你玩 好像我們哪有古話玩 我們一點都沒有 我們這些最悲慘的 我們是完全不能玩古惑的 你可以想玩古惑的 我當然想玩古惑 我玩一年古惑 就這樣去退休了 好不好 不行的 你不可以一下子玩這麼大 不行的 你看好像之前 我同事的老婆 她一年手上大概管著 三千多萬的預算 正常價 十個點起標 你近一點的 他吃到三百萬 是啊 狠一點的話 吃到六百萬 如果再狠一點的話 好像他這樣 包給自己的老公去做 一般成本只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我想問他那間公司是否上市公司 可口可樂 那他怎麼過審計 為什麼過不了審計 比如你拿一個項目出來 你要拿出去 不是說你扔給一個人就做 你一定要公開招標 是嗎 你招標標準是有標準 不可以說你喜歡找誰找誰 理論上是 因為你曾經找過的人 是做過的項目 你覺得信得過的 反正我們公司標準就是 至少三個人 其中兩個人 是之前做過Partner 合作過的 有一個可以是新人 不可以說吧 每一間公司的供應商 是有限的 他可能無限量 可以找供應商進來 然後每一次招標 會在供應商庫裏 去找三到五間 就是我剛才說的 沒錯 我讓你進來我的褲 就是讓你賺錢 我都可以踢你出去 所以褲裡面 全部都是自己有的 你當然不可能 當然 你相信我 不如我跟他說 因為我接觸過那些 我們現在公司裡面的褲的人 即是那些公司 什麼結構工程公司 其實公司很厲害 那些全世界出名的公司 它是你自己人 那些公司當然不會跟你玩鼓話 對 我們不會找那些做 我們不會找你那些做企業 你想想國際科技公司 我就是幾間 他一本有規定的 多少間 你不可以照表 有多少間是國際科技公司 多少間是本土科技公司 本些是除黑點 他有這樣的比例侵入去 那你怎樣過這附課 然後價低者可以 那如果你吃水吃得很開心 你怎樣可以做到價低 其他公司都有權利投低一點 你想一下 畫幅畫 你說100就100 你說50就50 你說20就20 畫畫而已 你可以賣100元 你可以賣20元 你拍出片 你可以賣100元 你也可以賣20元 對不對 這裏很困難 但是這些困難 和那些汽車的困難 真的濕濕碎 銅線和你偷一毫米 你整棵下來可以偷多少錢 鐵片和你偷薄一 一眉米 或者兩眉米 你想一下 你按照一部 一年賣50萬台的車理計 那這裏有多少錢 中國很困難 中國 那負責包給人 即開一開 或者任何的汽車公司 什麼公司 都好 他做到那個位置 要做多少年 在這間公司裏面 我同事的女朋友做了三年 做三年做到這個位置 是啊 這個公司 他老婆真厲害 不過你問一下 市場是藝術 看審美的人 老闆喜歡這款審美 就升得你快些 市場是藝術 就好像設計棟樓 你說畫得漂亮還是不漂亮 其實和你做多少年 沒有很大的區別 不是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有權力 可以包項目出去給別人 這個權力是很大的權力 你應該是這間公司的腦 就好像我們做的項目 如果是大錢的話 那些是在這間公司做了20年的人 才會有權力 你做三年 所以說 如果真的去澳洲 其實對於我來說是好事 我的心沒那麼浮 是啊 你可能是做錯事 什麼 我說你中國可以做錯事 行叉答錯 那我又沒有這個膽 但是你說好像澳洲 我們老老實實 從低做的是 其實都是好事的